热见中国大陆暂停输入台湾的市价以及联屋 农卫会也提出了解套方案 在今天召开发表会宣布台湾的凤梨市家 要以内销、外销跟加工三支箭来启动 邀请全民要以行动力力挺台湾农业 而农卫会也推出了凤梨市家专属的加码 抽农油券活动来带动买起 台湾盛产的凤梨市家受到中国大陆之前 暂停输入台湾市家和联屋的影响 外销遭受冲击 为了帮助农民找寻新市场 农委会也举办好市农油行销方案 即加工品发表会 邀大家力挺台湾农业 外销五千公顿 我们的内销五千公顿 我们的加工三千公顿 甚至最后的市家收入保险 全部的都在启动当中 我们就是要确保所有的农民的权益 协助凤梨市家产业找寻新商机 农委会从三大方向做努力 除了开拓日本的外销市场 在内销部分以和量贩超市 以及便利商店合作 让民众不用跑到产地 就能轻松采购凤梨市家 另外因应凤梨市家 耐主运的特性 农粮署也找来加工业者 将凤梨市家变身成果干果汁 或是冷冻全果 创新凤梨市家的多元性 不仅如此 还要推出专属的 好市农油加码抽农油券的活动 农油券三千多家的商店上面 购买我们的凤梨市家 就可以有机会抽58万张的 每一张888的农油券 透过内销外销和加工等三大方向 帮助农民产销持续稳定 凤梨市家的好滋味 要让更多人一尝就上瘾 记者这么道